南無本式加謀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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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開始會講四課 第一課是《生從何來》 《生從何來》 我們人生究竟從哪開始 這當然是講轉世 有沒有輪迴 我們學佛第一件事 要證實有輪迴 要有深切的認識 只是說有有有 不是很認真地知道 這是不夠的 為什麼呢 你說有有有 但是你吞拿魚又照射 又照射 又照偷 買軟件又照盜版 你都不知道將來有果報 如果你知道將來有果報 你連隻螞蟻都不敢弄死 你走過的時候 快點 你走快點 我等著過 你不敢踩死牠 因為踩死牠 下一輩就會報龍樹菩薩 都是整死隻螞蟻才會死 龍樹菩薩都六百歲 因為牠修長授法 教國王修長授法 所以國王的皇子 等得不耐盡 國王供長命 不能當皇帝 他有很多辦法 想整死牠 又浸到水裡 又弄火燒牠 怎麼弄都弄不死 然後找到國師 問國師 怎樣能夠弄死龍樹菩薩 牠六百歲都不死 國王又不死 我沒有皇帝做 他就說 佛羅門入定 佛羅門也好 入定 觀阿無量劫前 這個龍樹菩薩 是一個小孩 有一天 他拿一條草 戒死螞蟻 因為他探玩了 捉了一隻螞蟻 找一條草戒一戒 他的頭 掉了出來 現在你需要找一條草戒一戒 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找一條草 找人 找一條草戒一戒 龍樹菩薩薩 那頭就掉了出來 死了 所以 假此百千劫 所作業不忘 因緣會合時 果報雲自受 如果你知道 確實信有輪迴 那你就不會 不敢做壞事 所以 現在 那些人 你說 那些小孩 能教 那些小孩 有些媽媽 跟我訊息 法師 我放你的帶子 那些小孩乖了 為什麼乖了呢 因為放輪迴 真的有輪迴 真的有輪迴 他就不敢做壞事 所以小孩 你訂很多規矩 給他 沒用 什麼弟子規 能夠聽弟子規 那些已經很乖了 那些坐在那裡聽 肯聽就算了 肯聽已經很乖了 他聽你說 啊 站定定 我跟你說話 他肯坐在那裡 已經很乖了 不用教那些 但是 如果那些人 都不會坐在那裡 聽你說 但是你播些輪迴的東西 給他聽 他知道有輪迴 他就不敢做壞事 下一輩子就不敢做壞事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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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親 細親 毛雀 細親 學小誠的 細親 細親 學小誠的 毛雀是大佬 毛雀是大佬 毛雀是大誠的 毛雀是大誠的 細親 學小誠的 去學大佩婆沙論 後來就走出來 學了十二年 走出來 走出來 就寫了一部驅舍論頌 笨風丁走出來 寫了一部驅舍論頌 這個是小誠的 毛雀經常跟他說 你講大誠 你講大誠 大誠好 你聽來聽 他都聽不入 有一次毛雀想到 請小弟來相聚一下 叫他來 叫他來 他在隔壁房 就講大誠經 讀大誠經典 這個細親一聽到之後 就馬上知道 以前錯了 要拿刀割自己的舌頭 這個毛雀就說 哎呀 小弟 你以前是講小誠 現在講大誠 你的舌頭 可以講小誠 也可以講大誠 可以做業 也可以中福 所以你講大誠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細親 就恢復大誠 所以同樣的道理 那些人惡教 你播些因果輪迴的故事給他聽 他就會乖 所以這個很乖 所以這個 以前我們有這個城王廟 這個城王廟 求分之好籤 城王廟是有什麼呢 城王廟 就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像胡盟府 即是現在我們九日沒有城王廟 城王廟都沒有那些東西 你要去廣州城王廟 就有了 他有一些地獄圖 好像以前的胡盟府 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保育 絕對支持保育 下面寫著做什麼事就會落蘇生 做什麼事就會落油鑊 做什麼事就會落油鑊 這個城王廟也是這樣的 城王廟除了拜城王之外 就有說 有告訴那些人 這個做什麼事就會落地獄 做什麼事就會抽離根 做什麼事就會落刀生油鑊 做什麼事就會落刀生油鑊 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看到就會乖 這個城王廟 是何時開始的呢 是唐太宗下令見的 這個為什麼是下令見呢 就是由醉打金枝開始 醉打金枝 大家也看過了 夏夢 醉打金枝 心控如梅流金鼎 你憂豪都可以看到的 1968年 好像小孩子 十多歲 那時候也看過 這個醉打金枝 唐朝 講義是有的 唐朝在郭子賢 郭子賢 郭子賢 平定這個平輝鵝 功德很大 封造這個奉陽王 這個呢 唐太宗就把一個女兒 嫁給他 那個女兒 叫做金枝 那個女兒 叫做金枝 金枝 金枝玉葉 這個金枝 平時 因為她是王家女 這個公主 所以 郭埃 嫁給郭埃 郭子儀的兒子 叫郭埃 郭埃 要見她的時候 要看燈 看紅燈 公那邊掛 公燈出來見客 不掛公燈出來 你不能夠重進去 你不能夠進去 然後又要拜她 要跪拜 所以 因為她是公主 沒有辦法 一討喜 後來郭子儀生日 個個都去 她的公主 就說 我是這個皇帝女 我用什麼去拜你 拜你奉陽王 所以就不去 不去 只有她一個人去 各愛一個人去 結果 每個都遞她 說你為什麼 連個夫人都管不上 怎麼做人 所以她喝了一套門酒 回去醉打金枝 喊兩句 就打她 打她之後 她就 這個金枝 當然是 施奉公 衰霞配 然後 在唐太宗面前 投訴 郭子儀一知道 郭埃 醉打金枝 得了 抄家 沒有門抄家 立即綁紙 綁紙 請罪 九日唐太宗 很聰明 她說 如果不龍不眼 不做得公公婆婆 這件事就過了去 過了去 第二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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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都變了 過了一輪 整個 整個 他就問郭子儀 為何會變好 那些嬌民公主 為何會變好 為何會變好 郭子儀 就說 主上 如果你想知道的真相 你要來我們王府去一趟 所以 所以 這個 王府去一趟 結果 皇上去過家 去到他家 看看 原來 在茅花園 看到很多公仔 裡面 有很多 神 有很多 受罪的人 上刀山 下油窩 十地言羅 十地言羅 有些廟也有做 要嚇人 讓人變好 所以嚇就比說 說他不聽 連我說的徒弟也不聽 不要說你們說 怎麼都不聽 現在時代不同了 我們要以禮相待 不能夠說 說你就可以嗎 你要有道理 所以嚇他好 所以就弄一些公仔 寫這個犯了什麼罪 死了之後落油窩 這個犯了什麼罪 罵公公婆婆 死了之後就抽離根 這個打公公婆婆 死了之後落刀山 打老公落油窩 結果他就變得很乖 很乖的時候 他就覺得 唐太宗覺得 這件事都很好 下令每一個州 每一個縣 都建一個城王廟 城王廟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有因果 知道有輪迴的時候 你就不敢亂做事了 所以我們學法的人 第一件事不是學法 是學因果 知道有因果 第一件事 知道因果 首先要相信這個輪迴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世來 覺得很奇怪呢 為什麼我又會出生 李嘉誠又會出生 我又會這麼沒錢 李嘉誠又會這麼有錢 他都比我厲害很多 李嘉誠以前 我們會這麼有錢 我們會這麼窮 因為這個 是有錢 所以有很多人 你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淡虛老法師回憶錄》 《淡虛老法師回憶錄》 他媽媽做夢 夢見有個胡增 淡虛不是現在的名字 淡虛法師 不是他的名字 這個胡增拖著爐仔 要來掛單 要他媽媽家裡掛單 他媽媽說我們沒有地方 你來我們也沒有地方 何況整個爐仔來 真是一大件事 所以我們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叫他走 他說不行 我一定要在這 然後坐下 後來出生了 他說他的名字叫淡虛 因為那個胡增叫淡虛 不是他叫淡虛 那個胡增以前的名字叫淡虛 所以搞搞搞搞 搞到40歲才出家 靜悄悄出家 所以很感動 那樣是八年虛云 現在下面有八年虛云 虛云老婆想騎虎入胎 騎虎入胎 騎虎入胎 他媽媽騎虎入胎 生了個玉球出來 然後就破開 他好像拿渣出生 因為百地菩薩 不讓胎氣沾演到 所以生了個玉球出來 每一個法師都有他的出生的經過 這個國光會長 他媽媽一有他 胎內掃 不能吃雜 然後就七歲出家 現在九十四歲 九十三 上一次問他九十三 現在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歲見步如飛 所以不用怕 娑婆世界 未必一定是胃土 有些人是淨土 所以有些好好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些來 不過如果你說 你不是整定來做事的 那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那些 岳飛自憑他 夢見了大朋友在屋頂 自憑他 我在馬來西亞講經的時候 他說奇怪 法師 你講經的時候有隻小鳥 白色的很大隻 站在屋頂 講完經他就走了 所以不是岳飛 你不要怕 不是岳飛自憑他 是那隻小鳥 那些小鳥是護法 為什麼是護法呢 就是說 你初次去講經 人生路不屬 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誰 當然是做些影像給你 做些影像 讓你幫幫忙 所以我很有趣 我出生的名字叫做夢兒 很小時候 那些名字叫做夢兒 等我知道適性的時候 我就問 為什麼個個個名字 因為名字這麼好 為什麼我的名字叫做夢兒 難道是在紅樑夢 這些東西 那些這樣的名字 都覺得出 他說不是 我媽媽說 爸爸是泰國華僑 在泰國做生意的 回來娶我媽 回去潮州娶我媽 取營之後 就回到泰國 他過了十個月後 社方信來 哎呀 我那天夢見 晚上幾時幾日 幾多點就夢見 我入到一間嬰兒屋 那裡 見到很多小孩 有些小孩在地上點點下 有些小孩在扭解 有些小孩在跳 嘩吵架 我見到三個姚南 有三個大姚南 那三個大姚南 這個小孩放得很乖 我抱起其中一個 那時候 我就出世了 名字叫做夢兒 所以 這個 你說三個姚南 代表什麼呢 代表探世界 那我就想著 回來探世界 但這次還不探世界 當然好 所以呢 所以到大了時,色紙微斗數就覺得很厲害,巨姬居某,惠智公卿, 巨姬居某,巨門,口水多過茶, 天璣,姜子牙當然有智慧,演講家,他們懂演講, 當然法師也懂演講, 以為是法師,所以想去看照片,算命,自己要學一下, 學一輪,學一輪之後,去看尿街, 那時住在上海街,找蘇萌峰,蘇萌峰放在那裡, 那時當然是不懂,蘇萌峰說而已, 不知道誰是蘇萌峰,誰不是蘇萌峰, 照田街,誰都可以照,說你們好好的, 我再看書,在圖書館裡,由麻地圖書館給我看完, 中文書給我看完, 找到上書那裡,找到蒙天祥去看照片, 蒙天祥就問那個看相佬, 我可不可以做這個承相啊, 看相佬說不出聲,看相佬不出聲, 蒙天祥就問我可不可以做醫師啊, 看相佬就很奇怪了, 何前置之高,而今置之低, 蒙天祥說,為二者能救人, 只要這兩個能救人, 不做成相就做大國手, 不要做大都手就行, 所以那時候就去讀醫, 那時候就去這個立信大廈, 就是這個律兒靜院樓上的四樓那裡, 譚寶君五著旗,學醫學了五年, 那時候演馳法師還沒去, 那個地方,不要提啊,那個地方, 這個呢,學醫, 學醫去採藥,採藥的時候呢, 看見佛青有話說, 那我就回來了, 其實以前我們都認識佛青的, 我老闆住在僑園十六樓C座, 三樓C座,十六號C座三樓, 即是佛青對入那裡, 佛青你如果不入, 就進去裡面, 整天都見到, 那時候又見不到唱懷法師, 不知道為什麼見不到, 時間還沒到, 因為老闆整天, 一三五天九二四六麻將, 禮拜六下班, 打打打打, 到禮拜一為止, 喝茶就上班, 所以整天都經過佛青, 但是不會進去, 這次拿藥, 那些人說, 唱懷法師講經, 好好聽, 大家可以聽, 好,一起來,一起來, 唱懷法師, 因為他天台中講經, 他很有趣的, 他講經之前寫一首計, 講完經之後, 就寫一首計, 避赦浮佛解, 我本無生, 亦無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滅, 罪腹如混起亦沉, 看了之後, 嘩,整身都爭, 嘩,這麼厲害, 所以以後, 逢生, 坐上去書十七底, 又念他, 我本無生, 亦無生, 你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滅, 罪腹如混起亦沉, 是假的, 老闆罵, 我又是,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剛剛被你罵, 剛剛走到這裏, 剛剛被你罵, 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 不好意思, 令你激起, 所以, 四大化生因境, 很有趣, 所以, 我經常去念, 吵架, 又念這首, 做什麼都念這首, 整天當作歌仔這樣唱, 當作歌仔這樣唱, 在佛精道學了三年, 念佛, 那時候, 看到宏仁法師, 宏仁法師寫一封信給印光法師, 印光法師, 原裝法師, 過洋河時, 帶了很多經, 但是, 過洋河時, 一北流腎, 被龜吃光的經, 龜游了水, 背著經過河, 一叫它曬經, 整濕了經, 在那裏曬, 怎知一北流腎, 一夢轉頭, 咦, 吃光的經, 只剩下四個字, 只剩下阿彌陀佛四個字, 那是否佛教, 只剩下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呢, 我想想, 不是吧, 佛教, 只剩下阿彌陀佛這四個字, 照政府的統計, 那時只有二十幾歲而已, 1977年, 那時一九七七年歸醫, 1977年, 一九七七年, 幾時等到八十歲, 所以那時只有二十幾歲, 那時二十五歲左右, 那時二十幾歲, 我剛才來香港, 因為我做印刷, 和他設計海報, 和他設計, 和他設計, 那裏面在這裏住, 那這個王太, 這個王芳盟偉的董事長, 叫我在這裏住, 在中心幫忙, 一住就住了六年, 那中間有一次, 有個夏經生, 夏經生叫夏老師, 他就是看風水的, 他在麻省公粵學院, 就開一棵地氣學, 他將中國的風水, 做到地氣學, 教鬼佬的, 那他就要去石金, 和國王看病, 上次去石金的時候, 看到那些人在那裏開個山, 他就說, 國王腰痛, 大件事, 你這個山不能夠開的, 一開到國王會腰痛, 下機就問國王你腰痛, 他說是呀是呀, 你沒有動過山, 他動過山就會腰痛, 所以夏老師是看風水, 全世界五名內的, 比林宏更厲害, 這些很厲害, 我就問他, 因為他經常坐在那裏, 寧波姐也坐在那裏, 夏老師也坐在那裏, 夏老師, 給我看看, 他說, 你翌日會出家, 有間很大的廟, 現在這間廟都很小, 所以, 真是, 真是, 地方大, 我有十萬尺, 原名只得三萬尺, 空地來的, 那些是空地, 那些是政府地, 不能夠僭建的, 我們, 私家地得很少, 那些是政府地, 私家地得一萬多尺, 但是, 原名只得三萬尺, 我們有十萬尺, 但是, 這個都不是大廟, 將來你會出家, 有間很大的廟, 有很大的廟, 真的有間很大的廟, 幾乎, 有一次, 一兩年前, 陳廷華未死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來, 你不是風製法師, 我是陳居士, 我不是陳啥水, 陳廷華, 陳廷華, 我在河原上, 起了一間廟, 用了兩億人民幣, 我說, 你兩億人民幣, 做甚麼, 請你做主持, 我說, 我沒有空, 我沒有空, 搞這裏都搞到亂了, 佛青城, 這裏要做, 那裏要做, 那裏要做, 這麼多, 這麼得行嗎, 其實不是不想去, 不過, 大陸的主持只有六百元人工, 那怎辦呢, 但是, 例事當然是自己收, 但是只有名字, 人工是固定的, 那些幹部給你, 當然要幹部管, 而且, 而且, 香港呢, 就是這樣的, 因為你起廟, 就給你做主持, 但是做一年, 接著大陸就拿回, 那你起廟就知道, 你看大陸的起廟, 大陸起廟, 就是因為你是香港人, 所以給你選主持, 選一年, 那次, 那次, 陳廷華師的徒弟, 叫龍師, 有人請他做主持, 香港人起了廟, 請他做主持, 一年後, 他就自己做了, 大陸人, 大陸人跟你說, 跟你說人性, 不, 不要, 我們不是分化一些, 我們只是說現實, 他想有, 真是太有人性, 他真是太有人性, 所以, 當然不會去, 接著, 幾乎有大廟, 兩億很大, 那些人就說, 去過他的時候, 幾個生頭, 我跟你拿六百元工, 管幾百個出家人, 你很開心, 那時候, 命約完詩, 所以, 不要去, 接著, 新鴻基第三儀太太, 郭炳商, 郭炳聯國, 這個Helen, Helen, 有個律師, 在屯門大會堂聽經, 聽我講經好, 他就介紹給Helen, Helen就是信佛的, 信觀音, 不知道病, 觀音醫好了, 叫我去馬灣, 替你起一間觀音廟, 約好去中環, 鎖新鴻基遊艇, 新鴻基遊艇真的很大, 沒有小輪那麼大, 但都好像這裏, 那隻東西真的很大隻, 坐到馬灣那裏上船, 指指點點, 那裏起, 那裏起, 給你10萬呎, 天橋底起, 天橋底都不錯, 因為機場的車經過, 就看到了公音, 不過, 糟就是糟, 他沒有車去的, 我說, 那有沒有車入的? 他說, 這裡是宏保區, 沒有車入的, 我說, 沒有車入, 白街衛康, 沒有車入, 那你怎麼說, 沒有車入, 是不是都不肯讓人搬進來? 當然有, 有准許證, 你要給我准許證, 我才可以進去, 不過, 想想, 唉, 我們作為一個法師, Helen一吩咐, 奴才在, 火記不是奴才, 火記是甚麼, 所以, 做他的馬仔, 做了新鴻基職員, 你有甚麼意思呢? 所以, 硬骨頭, 我們又不不足金錢, 我不是沒有錢, 但是我的錢不是我的, 一個仙都沒有, 所以, 你現在給我十萬元, 叫我做同伯士, 那也廢話, 十萬元都不是我的, 做, 給法堂, 多一個零, 少一個零, 都不關我事的, 沒錢就有黑色, 有錢, 有錢就用, 不用麻煩, 所以, 所以, 我們搞了一個網書, 嘩, 要人找你的網欄, 做得好, 做十萬元, 給你支持你的網, 那我就多謝了, 十萬元, 那怎好呢? 賣個百, 賣人家, 再多些人看我們的網, 所以, 這個幾乎有大廟, 最後就學法, 一路學, 到最後就想出家, 告訴媽媽, 媽媽, 我想出家, 其實一早已經想出家, 我媽七歲的時候, 帶我蓮花生, 潮州的蓮花生, 那時候我已經扭機了, 不肯回去, 我要出家, 拖著不走, 又打, 拖了回去, 那時候出不了家, 後來就說, 這次真的要出家, 他就說, 出家, 你去哪裡出家, 出麥中, 喪麥, 哎呀, 大埔法王, 肥師大隻, 你餓到工修, 你不要出, 出犬教, 犬教就可以, 麥中就不給, 那我就說, 犬教, 犬教去哪裡找呢, 他都不懂法師, 在麥中, 本來可以找唱華法師, 不過唱華法師, 不知道收不收, 我找李淑榮, 李淑榮講經, 商量一下, 李時榮, 我去出家, 不知道去哪裡出家, 他帶我上去, 我帶你上去見葉老師, 在長榮大廈那裏, 找葉老師, 葉老師在房裡打坐, 打坐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他說, 永勝法師求財藥學, 我都不記得他問他哪個財經, 真是大意思, 所以, 他寫過一種介紹信, 這個不要讓我師傅聽到, 這個不要讓我師傅聽到, 師傅不會上網, 所以, 他寫了一封介紹信, 拿去給我師傅, 我去見師傅, 因為我沒見過, 上榮下星太, 導音師沒見過, 我問葉老師介紹, 我來出家, 葉老師稱讚你很厲害, 他說, 你不要出家了, 在這裏工作, 他說,不行, 我要出家, 要出家, 你要十一月十七, 要十二初八, 我要十二初八, 十二初八, 出了之後, 師傅看得起我, 給我授三條大數, 一條虛弘老和尚紀念堂, 一條西方教, 一條葡太學會, 三條數, 大家要報稅, 一日早上開工, 做到半工, 做三條數, 要報稅, 都很看得起我, 做數是重要的事情, 還管我, 管我所有三間社會的錢, 做一條數出來, 就不是拿錢那一個, 我說, 師傅, 我去讀書, 去南普陀讀書, 所以去南普陀讀書, 讀書回來之後, 開始講經, 有個女眾經常來 她說她經常發夢夢見你 發夢夢見我 大件事了 所以發夢夢見我 夢見一個境界 有些火燙在地上走 地上燒著 地上走走走走走 她問我為何會有這樣的境界 誰知有個催眠師 因為那個女眾也很有錢 去酒店給她催眠 世界出名的美國催眠家 女眾 去酒店催眠了八小時 說回她以前的事 為何會走火燙呢 說回她以前的事 她說唐朝的時候 說不要笑 說不要說 因為這個不能證實 下面那些是有得證實的 我們這些是有得證實的 不過你拍電影都挺好 場面挺偉大的 你們可以拍電影 准許你們拍電影 不收品權費 這個說唐朝 她就是唐債宗的妃子 她已經笑了 就是唐債宗的妃子 她這個唐債宗死了之後 她就跟原裝法師出家 你得過大 她就跟原裝法師出家 唐朝的時候 我是叫做李伯若 李伯若 《生童書》裏面有的 李伯若做了什麼呢 是中書赦人 就是國務院的官員 中書同平張氏 就是宰相 不過那時候 宰相已經做了什麼 張居正 那些什麼 張居正是後期的 中書赦人 做了什麼事呢 做了很多功德 做了一件事 就是放了唐太宗年紀老的時候 上表 就叫她放了三千個宮女 放了三千個宮女 那些宮女就很感謝我 走路的時候 我騎著一隻白馬 過仙武門的時候 那些宮女就拋花了 拋到整地都是花 我經常去佔福寺 做學佛 佔福寺是墨宗的 所以當然是學墨宗 所以佔福寺 然後呢 經常去這裏 她是妃子 那時是十四五歲 因為那些妃子很年輕 躲在那裡 看到這個人這麼威風 很喜歡 深生一年 到明朝 到明朝 明朝的時候 我是一個王孫公子 家裡有戲台 所以做戲 每個人都有困曲 某燈鈴經夢 桃花線 聘請人回來表演 經常都有戲台 娶了她回來 她是另外一個朋友的女兒 十四歲就娶她回來 娶她回來的時候 我娶了她回來 我是修準題化的 那時修準題化 我有隻狗 經常帶她去天津 那隻狗 你現在做了我徒弟 她的徒弟都不知道走去哪裏 她知道是狗 之後她就走路 你也是人 我是狗 你很著數 走去其他地方 這個徒弟 接著我是修準題化 預知時至 我告訴她 我幾時幾日就會往生 送你回家 你回家 你千萬不要回來 回來就有災難 她不信 死了之後 她回來 回來的時候 她的大婆 她的大婆 現在還在 還說得出是誰 不過不要說 因為整個家人都來了 整個家人都來了 我想三千個工女都來了 點擊率 只有四百多 就來三千 所以三千個點擊率 我叫她回家 她不信 回家 回家 大婆 燒屋 打了腳 在地上走 就是這個境界 現在回家 到這一輩子 她看照片 這是大婆 這是二奶 貝爾提供風流 現在童爭入道 所以 都算了 一降 放下 問她 你又不找我 為何是共好東西 她說我有找過 她怎麼找過 她說我九歲的時候 去看殷元寶 看殷元寶 看殷元寶是怎麼看的呢 她說好像一人一張椅子 旁邊都是宏 當然是天上 旁邊都是宏 當然有一張桌子 有本書 那本書是殷元寶 刻葩穿了 然後看殷元寶 揭了那一份 梁邊寶後 她就問四周 Hola 找不到,大到他29歲的時候,他又有個警戒,又送他看姻緣寶,看到他現在這個老公的名字姓王,這個老公姓王的, 這個姓王的老公是誰呢?就是我死了之後,和我做佛事的,所以這個出家人,六更未正,我們一輩子修得這麼好,做佛事沒有什麼好,做佛事就追過信眾,走回來,所以嫁了給姻家的老公,他催眠,催眠光光出來,這個故事,到29歲的時候,想他看的時候,就沒有了,因為出了家, 出了家,就沒有了個姻緣,所以這個就是法師的故事,這個法師的故事就是說,我們怎麼知道有前世的事情,我們可以有幾樣東西,第一就是催眠,催眠的時候可以回復你以前的記憶,不過我說這件事未必是真的,我也不覺得未必是真的,為什麼呢? 這個是那個精神錯配,就是有些精神,因為大家都在靈界裡面,他可以入到你那裡,你可以入到你那裡,為什麼會有這個人出現呢? 其實呢,其實呢,是叫我去學冬脈的意思,為什麼呢?因為我那時候就跟上司學冬脈,那個上司呢,又拜十皇慘,又拜成,覺得你在這裡學,沒什麼用 那麼他就跟著我,然後說他認識日文的,就去高野山那裡找找找找找找找,就找人介紹我去高野山那裡學, 我去高野山那裡學冬脈,因為我們要弘冬脈嘛,你總是有個姻緣的啊,我最先呢,學冬脈的時候呢,是學修嚴道的,跟著維麗法師,台灣的北動寺,跟著維麗法師學修嚴道, 那麼他回到學生意,現在回到學古兒,拿回一些東西回來,那麼我們呢,拿回來弘法,為什麼拿回來呢?因為他不懂中文,我們找到他一部中遠留聖教,整個聖教都被他拿回來,聖教當然不給人的啦,但是呢,在舊書攤那裡買的,買的時候呢,見到他在旁邊的那些階裏面,全本都是中文的,即是全套書有三十二本都是中文的,那麼他呢,叫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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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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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阿里亚朵即是有难,阿里亚朵即是叫你做事, 阿里亚朵即是有难, 但如果有难,你读阿里亚朵即是有难, 读书即是勉强,不勉强就读不到书,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逼切, 因为他的出现是等我去学真言中音, 所以我未出来的时候已经整成了这些佈局, 菩萨这些慈悲,法师要出来当然有些佈局, 我后来在庙宗最先回来驻师罗, 我师父叫我回来做主持, 谁知曾鸿汉老居士是血龙衣水, 因为你不是看见老法师的徒弟, 我说没办法,唯有不要等, 不要跟他争, 所以回来自己搞, 自己搞的就是问, 我们住在青山村, 问这个何舍, 何舍就被唱为老法师, 问江流远, 江流远就给了圆景老法师, 给了人, 问这个佛园, 现在佛园是对的佛园, 问佛园的佛园, 他说要给我, 但那个仰女, 叫阿欣, 阿欣, 他说不准了, 他说不准了, 他卖了给做骨灰, 500元, 卖了给做骨灰, 卖了之后, 他老公是做校长的, 现在两个都死了, 他说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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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 因为佛园的东西, 你不能散佛园, 你卖给余悉道, 你死不死呢, 你卖给人做佛园也好, 你卖给余悉道, 那你是佛园, 他说佛园, 法园, 增园, 变成余悉道, 三教合一, 那你就死了, 所以我们学佛, 不要做佛教的罪人, 这三教不能合一, 一合一就有问题了, 因为佛教一传入来, 42章经一传入来, 他已经要整个烧经台, 想烧你42章经, 你还有的, 所以, 好在竹法园, 涉摩藤和竹法园显神通, 烧了道教经典, 佛教才立了足, 接着到知谦, 知谦是道士来的, 说服北艾的太武帝, 三武一宗, 灭法, 讲了真理, 拆了妙去, 接着到世宗, 又到唐武宗, 这些全部三武一宗, 到世宗的时候, 又再来一次, 三武一宗, 都是道士搞的, 那怎么会跟你一起才行呢, 是吧, 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 跪力乱神, 说你跪力乱神, 你还会相信你是, 老子会念佛求生正土, 老子, 老子化胡经, 他说, 老子都骑口, 出去和释迦曼尼佛讲经, 差几千年, 周灵王八年, 东东, 这个是战国那时, 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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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几百年, 怎么会, 老子化胡经, 所以, 他们根本就不会跟你统一, 不用怕, 所以, 学佛的人, 不要做佛教的罪人, 学佛就学佛, 你不要念佛就念佛, 你不要手去搞余式道合一的, 余式道合不到一的, 意念是好, 但是合不到的, 因为各有各, 你和他合一, 即是他不跟你合一, 你念佛的人, 念佛的人, 念佛老子, 念佛孔子, 他当然喜欢他, 知道都不笑, 你跟我宣传, 知道都不笑, 但是, 你叫他求生正土, 老子求生正土, 念佛求生正土, 这个孔子会跟你往生西方, 所以, 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 两个死了, 她老公做后长, 我两个都很要钱, 所以, 这件事, 后来到苗宗子, 即是这个佛孕园, 见到一个通沽, 通沽那些人已经死了, 因为我们1931年的苗宗子, 这个佛孕园在1931年起, 他就说, 法师, 你是不是讲经的? 他说, 我说是, 我都有讲经, 佛清道讲经, 他说, 哦, 对了, 我们的师傅, 六十年前, 求过那支签, 他说, 将来有个港经法师来住, 是你了, 那时只有他四十多岁, 你未出世, 已经有一间庙了, 所以, 以后有什么庙, 你整定的, 所以, 尽人事, 安天命, 什么都要整定的, 有多少, 穿多少, 都是整定的, 哪间庙是你的, 哪间庙不是你的, 整定的, 不用挣扎, 不用挣扎, 只要, 面对现实, 大就大, 小就小, 大有大就好, 小有小就好, 大就不用招呼人, 那些人说, 法师不会讲话, 自闭症, 哈哈, 我会讲经, 不会讲话, 不会招呼你, 你叫我法师早晨, 法师早晨, 你这么多人叫我早晨, 我认得这么多, 他又叫你早晨, 你又叫法师早晨, 我又叫你早晨, 你被利是折下我的手, 我又跟你接, 你真是开心, 所以, 这个法师很有趣, 所以, 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其实这些前世的东西, 从催眠, 就可以找到, 催眠, 是其中一个, 这里, 举了个例子, 就是, 催眠, 可以了, 有一次, 说起催眠, 有个老法师, 大鱼生的老法师, 和他师傅有些少误会, 说被人骗了六千万, 法师呼之欲出, 他现在还在搞事, 我看到他这样, 我还想和他和解, 带了他去日本, 找我们的名师和他催眠, 我们的名师, 就学了一些, 什么, 维塞医师的催眠术, 在美国那里学, 学了回来, 懂催眠的, 就和他催眠, 就和他催眠, 看有什么姻缘, 催眠很简单, 他说, 你上大佛岛, 一步一步走下来, 一路走下来, 静下来, 心一路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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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静下来, 你看到那扇门吗? 你推开它看看, 就看到你前世的景, 你可以再看, 大佛岛一步, 一步, 两步, 三步, 慢慢下来, 慢慢下来, 摸完放下, 放到最后, 到花园了, 你推开那扇门, 推开那扇门, 就是你前世的境界了, 他前世, 那个师傅, 父为师徒, 上一世, 骗到他的东西, 他又骗到他的东西, 他又骗到他的东西, 不过这个姻缘, 让人死了才说, 不死也不说, 因为被人告, 所以这个暂且不表, 他就催眠, 催眠就是说, 你到多少岁的时候, 看到什么, 多少岁的时候, 变了什么, 他就催眠, 催眠三千年后, 三千年后, 看到那些屋顶是完, 吓人家的头会放光, 不知道戴了什么, 所以他会催眠, 引导他去那时候, 但这件事可能是假的, 因为有很多文献, 很多东西, 可以令到他的感觉, 有这个变, 还有些, 就是说他前世是什么, 前世自己说出来的, 比如说催眠, 未必一定可靠, 所以在网上有人问我, 他就说, 这个潜意识, 以前有一个潜意识催眠, 遗识催眠, 弄龙湾那边, 搞遗识催眠, 台湾的人过来搞, 林老师, 老师过来搞的, 遗识里面, 将你的恶业拿出来, 然后化解他, 那你就没事了, 很简单, 意念是对的, 大件事, 拿出来, 有些化解不了, 结果几个医师都没得做, 几个医师都棍下了, 没得做, 这件事搞不了, 为什么呢, 你去找一些意识出来, 未必一定能搞的, 那个冤家债主, 未必一定跟你和解, 你想和解, 他跟你和解, 什么条件都不肯答应你, 所以, 就不行的, 所以呢, 那些业, 不要去找他, 他来找到你, 你想办法去化解好了, 但是你不能去找他, 你不能去碰他, 你不能去碰他, 你不能去说我以前有什么业, 我找出来, 懒悔就没事了, 所以呢, 千万不要,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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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催眠呢, 其实呢, 就不是很好的, 有一次呢, 就这个, 这里呢, 就讲了, 美国, 有一个阿里桑牙的梅尔法官, 有一次呢, 就接受了一个非常激手的问题, 有个矿工呢, 叫做奇德, 他留下了三十万美金呢, 是要给一些, 能够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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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的东西的, 违族呢, 就说明, 是要给, 这个, 这笔钱呢, 用来研究, 那些, 那些, 肉体死亡的时候, 离开身体, 或者有关灵魂的科学根据,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呢, 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你都不可以认证的, 是吧, 不可以认证, 就没有得证证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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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工程, 那些工程, 他当然都不笑, 你当然要考虑, 你如果说你做黑抑胜, 你恨不恨, 你够说你做艾中營, 你就撒冷, 所以, 你当然要笑了, 但是, 问题就是说, 所以她就要找这些证据, 眉意法官呢, 觉得很头痛, 最后呢, 在电视台说出来, 收到134封信, 每个都说自己要证明轮回, 最后就给了美国灵魂和转世研究 给了一个学会 这个研究会是美国灵魂研究会 这个灵学研究会就迁门研究这个 所以他们用1952年美国的实业家 他出了一本《酒尋伯来德·伯来迪马飞》的书 本知出了后就逆成二十国的文字 这本书有些人都看过 这个《催眠家》催眠名人叫《路思西蒙》 然后讲了前世的故事 他说前世住在哪里 他说前世住在爱尔兰 那个镇叫做爱尔兰科克镇出生 爸爸是一个律师 说出很多当时的地名 这本书因为引起国家的注意 所以爱尔兰那边又协助调查 真的找到很多 连当时的图书馆的历史学家 图书馆理员一起去找到很多东西 证明他说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催眠的作用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海伦温柏 就写了本书叫前世 海伦温柏是心理学家 他说了很多关于前世的东西 就是催眠 问那些人究竟如何投胎 这里就说你如何投胎 什么时候入胎 有些就说我不想入胎 那些人叫我入胎 有些人说一早就入胎 有些人说临出世才入胎 所以入胎是有一个根据的 为何我们可以算命 可以看百字 就是我们下一次就会讲 下一次我们会讲死了之后的境界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是灵界 我们是密质的世界 灵界占大部分 灵界有些天人有些东西 他有很多得行无事 无事无事做的 有些专门管这东西 管出世 这个是出世的官 专门出世 没有人叫他管 他自己去管 找样东西做下 所以每个人出世都要经过他審核过先 他就要找一个方程式出来 你要投胎 你不是说上帝的义子 我要你穷就穷就穷 当然有个原因 所以他就要找一个程式出来 可以作准的程式 这个千古以来 他在几千年来 个个都会找这个程式 究竟什么出世 就好 什么出世就不好 找到算命出来 一排八字 所以西方人就是说星座的 星座的影响力 因为星座有影响力 你的中生受了星座影响力 你会入胎 所以入胎的时候 那个时辰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些是管住你的 所以原则上是准的 但是你出世后 后天还有东西改 所以就不是宿命的 不是说你一入胎 什么就什么 因为你后天还可以改 这个是因 因为前世做的业因 但是这一世的果 还未出现的时候 你还可以改 所以尽人事安天命 所以尽人事是要的 你拼命去做事是要的 但是发不发呢 看天 成事在阳 就谋事 谋事在阳 成事在天 所以这个 这个 这里有很多催眠的故事 我们不讲这么多催眠的故事 那还有一些 就是说 现在他自己说出来的 在中国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高僧叫做 袁宅禅师 他住在这个维林寺 这个就是讲转世的故事 这个是高僧转里面出的 就是说这个袁宅禅师 住在维林寺 这间维林寺 是以前李源的住宅 李源的父亲 李海 就安乐生之乱的时候 被安乐生杀死的 安乐生之乱平息了之后 朝廷就请李源出来做工 李源就不想做工了 把住的屋捐出来 因为他以前是做工的 捐出来做了维林寺 所以他跟丽林寺 袁宅禅师就很熟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大家呢 就约定 有一天呢 就约定大家去朝这个 朝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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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宅禅师呢 就想 这个 李源呢 因为不想经陆路 因为在长安 看到一些旧的人 他不想 他用水路去的 那这个 袁宅禅师呢 很不想去的 他说我不行的 我不能去水路的 那这个 李源说不行的 你要 你要 我不喜欢去陆路 我不喜欢经过长安 见到那些旧人 你和我去水路去 那最后他是施主 他拗赢了 那袁宅禅师跟他坐船 坐船经过临抱的时候 就见到个女人 福大便便 生为六甲 在河边那里 拿水 那这个 袁宅禅师 一见到个女人 就 好没有心情 说 不想发生的事情 突然发生 我所以 不想 行水路 就是怕见到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已经怀孕三年了 等着我入胎 所以现在见到她 我就一定要入胎了 没有办法 一定要入胎 这个女人因为入胎 三天后 你去她家找我 我出生了 我们以一笑为凭 我对你笑一笑 过十三年后 中秋节 你在杭州天竹子门口等我 因为这些高僧 袁宅禅师的高僧 他知道转了世去哪里 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 你听了后就很伤心了 后悔已经迟了 所以到了晚上 袁宅禅师就坐化了 袁宅禅 三天后 她在女人家里 果然见到小孩出生 见到李源就开口笑 她知道 这个一定是袁宅禅师的选势 过了十三年后 过了十三年后 中秋节 李源 果然到杭州天竹子门口 等了很久 竹子在各行井边 就见到木桐 其实是水牛 其实水牛在李源面前经过的时候 对李源笑一笑 接着就唱了首诗 他说 心生石上救恩怨 对月荣丰不可论 沉愧情人远相访 此生虚异性长存 他说 打错字 李源一听到 知道袁宅禅师 就上去问 宅公你好嘛 别来无恙 那个小孩就说 李公你真是守信了 果然能够医时护约 但是你曾完未了 我们暂且分手了 所以见完他之后 所以这个古德来说 都可以知道去哪里 所以现在那些人 知道自己去哪里 不用整天找找找找 这个 还有就是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 就是在港化法师 我去了港化法师那里 南宝陀 港化法师就说 他呢 他住的那条村 在乡下的时候 那条村 隔离那条村 永寿苑 隔离那条村 发生了一件事 1942年 这个就是很多轮回转世的故事 都有 这个是田三牛的故事 当时 韦敏齋 做陕西永寿苑的园长 他属下有一个部属 叫做张生友 这个是张生友 生下来就有的 所以这个是张生友 他能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 因为呢 这个奉阳园一带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港化法师 家旁边的 即是他隔离院的 所以他就会知道 他就会知道 他就会知道 他就会知道一个园长 那张生友前生呢 就叫做田三牛 这张生友呢 就是一个农夫来的 他住在窑洞里面 这些北光人呢 住在窑洞 即是将个洞画画画画画 画了住在窑洞里面 那田三牛呢 三十多岁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 下了很大雨 那窑洞的口呢 弄了很多湿的泥 那他就去弄些泥 他弄些泥 不要让他堵塞住家 谁知一弄的时候呢 那些泥就倒下来了 倒下来 压住他的身 那他当场就死了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压下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不知道自己死的时候呢 他呢 第一件事呢 在泥里面爬出来 觉得自己爬了出来 跟着呢 就跟他太太说了 哎呀 真是幸好啊 我不死了 其实已经死了 那些人都不相信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走了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所以死了之后呢 不知自己死的 那他太太不信 那他觉得好没人啊 那些人说话 那些人都听不到的 那不如呢 去散一下心啦 那当时呢 那有个风景 风景区叫做明浴池 那不如呢 我去明浴池行啊 那去了明浴池 很想去的 以前没时间去 那现在一想 立即就去到了 那去到明浴池那里呢 那里呢 发现了一幢很窄的门 很窄的门 所以呢 你突然看到那些很窄的门 小心点 但是很窄的门呢 他跟着呢 是没办法啦 都要去的 那么就硬拐过去 一拐过去呢 变成了小孩 出生呱呱落地 那一出生就变成小孩了 那那些奶妈呢 那些摺生婆呢 就七手八脚在那里了 那些人呢 走都走不着 那说是妖精了 就弄死她了 幸好她的妈妈呢 都保住她 生出来的 大佬弄死她 所以呢 那些人就走了 那他呢 就不敢出声了 那这一出生呢 一说话呢 就被人说他是妖怪 所以不敢出声 不敢出声呢 到这个几岁大了 到八岁的时候呢 那他爷爷呢 就带他去这个 去生上面 找个偏僻的地方 他就问呢 你是不是真的啞的 为什么你小时候会说话 大时候是不会说话的 如果你有什么苦衷的呢 你不怕说 那他那时候呢 就知道 阿爷没害他嘛 他就说 其实呢 我会说话的 我不会说话 我不是不会说话 我会说话的 其实呢 我怕人挺死我 所以不说话 其实呢 我是隔离院 这个呢 我是隔离院 这个 这个 田三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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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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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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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楼呢 那 一五一十呢 就说给阿爷听了 因为他在窑洞那里 整窑洞 压死了 这个故事呢 就传开了 前过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些 不是过些 小孩子的生活 他先是小孩子 但是他喜欢跟那些三四十岁的一人 因为他三十岁 三十岁 三四十岁的那些人做朋友 那么 那么 那三四十岁 因为他那时候死的那时候是三十岁的嘛 那就是三十 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做朋友 和小孩子 不玩了一堆的 那结果呢 就这件事呢 就越传越远了 政府 机关 百姓 个个都知道 有一次呢 田三牛的家 那就是他家 他死了 他他太太还在那 那他家人呢 因为地界 和隔壁打公司 那把地契 这个田三牛 收 那怎么算好呢 他现在 他死了 突然间死了 被那些 摇动 泥沉 压死了 那怎么算好呢 那找不到 张地契 当公司 就会输了 那他姐夫呢 他姐夫呢 就说 他姐夫呢 就说 个个都说 田三牛 去了转世做 张三友 他说 不如我们去隔壁 碰一下混戏 或者他是呢 或者他是呢 他说出那张地契 在哪里 如果他不是呢 都是拆穿他 讲得共行 又说他转世 结果呢 就去到了 去到呢 去到呢 他家里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张生 这个 张生 坐在门口 看到姐夫来呢 见到梅夫 不是姐夫 梅夫 梅夫来到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梅夫 你如果有空来找我 立即认到他 即认到他 那他梅夫 哎呀 这次没有来错 真是他 那田三牛呢 这个呢 他呢 就告诉他 我们跟人打根公司 又不知道那张屋契放在哪里 田三牛就说 很容易啊 那张屋契是我收到的嘛 所以呢 在一个石垃里 在一个墙垃里面 那我们呢 塞了一个墙垃里面 找个砖头呢 就封住他 那他去哪里找就找到了 那结果呢 他就找一张地契出来 找一张地契出来呢 那便找到了 那便打赢公司了 那便全个 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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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个人的人呢 都知道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 这个张生 呢 有时就回家 有时就出家 那他老婆呢 三十多岁 那个小孩 那小孩 八十岁大 那这个老婆 三十多岁 那儿子二十多岁 整天叫他八十岁的小孩 做爸爸 那结果呢 有时就回去 有时回去 但是呢 他本身就是 第二小的家 就很有钱的 可以供他读书 所以呢 就多数呢 就住在他 即是现在生出家那里 那里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呢 比起他斯里能卡的故事呢 真的好很多 所以呢 这个呢 但是那时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电影拍 所以就没有出名 那么 这个1965年呢 台北善道子 有个姓翁的居士 那么他经常听南庭法师读讲经 那么这个南庭法师呢 这个有一个居士呢 他是经常扎着手的 那个翁居士是扎着手的 那么吃饭的时候呢 就很不方便 那一只手扎着嘛 扎着嘛 那吃饭的时候很不方便 那些人就跟他夹菜啊 跟他吃啊 那些人就跟他夹菜啊 说人家的手不方便 就夹给你了 怎知道夹着夹着呢 一扯 扯多一条布出来 包着一条布嘛 咦 那是朱堤 咦 那是朱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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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啊 那不怪不得包着啊 那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 他呢就说这个 这个 这个庸居士呢 这个 左手呢 就好像一只朱堤 那样了 有两寸长的朱堤啊 那为什么会呢 他就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呢 就说这个 他呢 他呢 到老的时候呢 他是当生 自己觉得离开过 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 就是 这个 教书先生来的 到老的时候呢 他还是当生 记得他病的时候 快死的时候呢 见到自己就飘飘飘 突然飘来自己的病床 对到一条村里面 觉得很冷了 那见到呢 一个家里的人那里呢 门开了 他的心想呢 他说 不如进去避一下吧 一入到大厅里呢 见到挂着几件黑色的衣服 那就很高兴了 说要一件黑色的衣服 周围看一看 没有人哦 那就是 不如拿来穿一下吧 一拿去之后呢 那他就穿了 穿了之后呢 就躲在墙边 一醒回来呢 变成了猪仔 原来变成了黑色的猪仔 因为那件大衣呢 就是那些猪的皮 那他生气了之后呢 变成了猪仔 变成了猪仔呢 那变成了猪仔呢 但是这次投胎胎 那他想想 哎呀 将来呢 被人拖我呢 多大都 就不吃了 不吃东西 那猪仔也是饿死了 饿死了呢 饿死了呢 又觉得自己轻飘飘 就离开那只猪那里了 离开猪仔 就是他硬不吃的嘛 因为他知道呢 做了猪呀 下一世不得了 那便飘离了猪仔 飘离了猪仔 飘离了猪仔呢 又去到第二条村了 天气又好冷 见到同一家人的家 都是进去避一避 又是这样 那样 见到大厅又挂了几件 黑色的衣服 那他呢 天气真是好冷 所以呢 他又不由自主 三只手去拿一件三只 一三只手呢 刚刚碰到衣服的时候呢 他就想起 不行喔 上一世拿人的衣服 就变了一只猪 那这一世 多大都不是 立刻缩手 缩手的时候呢 他立刻缩手 立刻缩手的时候呢 就变了自己 变了一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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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了一个小孩 但是他的手呢 因为碰过那件衣服 所以他的手呢 生了个两寸长的猪蹄 出来 黑色的东西 那这件事呢 做起勇尼呢 就很不方便 所以呢 一生呢 非常老到 最后归于林庭法师 林庭法师呢 就是圣炎法师的师傅 很多人发心去帮他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轮回了 所以呢 佛教呢 就是讲轮回的 所以呢 听了这么多故事呢 你要知道呢 这个轮回呢 其实是真正的 佛教的轮回呢 是真正的 所以我们轮回呢 我们下次讲了 我们下次讲呢 就怎样去轮回呢 这个科学家说 我们的 我们怎样去记忆那些东西呢 我们呢 现在这一世了 这一世做人了 那我们死了之后呢 好像刚才那样 那个居士 死了之后 那就走了出来 走了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走了出来 变成一个能量球 能量球呢 是储存了你以前的资料来的 所以这个德国科学家 那这里就说 德国科学家呢 他呢就做过一个 看到啊 他拍电视的时候呢 就看到那些细胞呢 他说呢 那些脑袋包毁借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烟走出来的 但是这个 不是世间的物质 这个不是世间的物质 这个不是世间的物质 而是非物质来的 就是世间的元素呢 它是超过这个世间的元素 这些呢 是非元素来的 这个是非元素的 你看一下是谁 那些呢 不要理他了 那这个呢 那些呢 那些呢 对哪些呢 那些呢 这些呢 那些呢 他發現這些不是世間的元素 所以出來之後 就傳播在空中裏 這麼長,你不做什麼? 不要搞那麼多 繼續講下去 找不到那段東西出來 找不到那段東西出來 德國科學家發現 腦細胞,講我們的記憶體 我們的記憶 去後來孫作主翁 我們都知道五穩 色受想行色 我們的人好像色生 色受想行色 這個五穩色受想行色 我們五穩色生 色生對著眼睛鼻視生意 對著外景有感受 有苦受,有樂受,有寫受 有寫受的時候就有想 有行為,決定去做的行為 決定去做的行為 就是做業 就入了一個第八色 這個第八色 就是儲存了我們所有的業在裡面 無數結以來 儲存了我們的業在裡面 所以這個第八色 儲存了我們的業 這個第八色 如何儲存我們的業呢? 這個第八色 如何儲存我們 無數結以來的業呢? 就是這個第八色 就是現在的DNA DNA 這個DNA 我們再看看DNA的東西 我們先把DNA 這個DNA 這個DNA 就儲存了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現在做業 做業就入了一個第八色 第八色死了之後 就是離開的身體 離開的身體 他離開的身體 德國科學家拍到 老細胞臨死的時候 他就會有點煙走出來 但是發現這些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已知的物質 而是一種非物質 所以用非物質去傳遞 所以我們死了之後 並不是用元素去傳遞 而是這些非物質 我們所知的元素是143種 但是這些不是元素來的 不是我們所知的元素 所以它是傳遞了 所以我們去後來才作主 我們死了之後 八個小時就會離開 第八色就會離開的身體 離開的身體 那些東西又要儲存 儲存在哪裏呢 儲存在能量球裏面 我們給大家看看能量球 這個就是 我在泰國找到的 泰國酒店那裏 那這個大的能量球 有些小的 泰國酒店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拍到一些能量球出來 這些呢 很多個 可能是很多東西 集中在一起的 這個是能量球 另外一個呢 一個能量球呢 就是 我供完這個全法供頂 上一年 今年又見到 不過呢 就不是這個供什麼 我拍完這個 供完這個全法供頂 我說我求佛菩薩 究竟我供得對不對的 你給我一些顯示 我才可以 每個弘法都要有些顯示 大哥 所以他給了一個能量球 這個能量球 他經常跟著我 所以在泰國的酒店那裏 這個大的能量球 泰國的酒店 又是這個大的能量球 所以你打能量球的時候 你就可以 又是同樣的能量球出現 這個能量球做什麼呢 這些能量球 就是儲存你的資料 死了之後就變成凌駕 所以 我們有個徒弟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祖先排位一點點的 有些小到好像芝麻一樣 有些神歐 我們那個地主 那個張樹 就很大顆的 看看你的威力大 威力小 這個是護持墨蹤的 威力大 這些是菩薩的 所以我收藏墨的時候 那些人說 老許 經常有個女生跟著你 是道母 所以修得好 不是修得好 就是修行的時候 她就會保護你的 護法會跟著你的 所以護法經常跟著你 這些就會拍到 所以祖先 有些能量球 有些大有些小 有些是白色 有些是黑色 白色容易見 黑色是直接看不到 黑色的都看不到 所以用五銀六色的 白色可能是善業 所以你就容易看到 所以死了之後 那些東西並不是撈亂了 死了之後 現在能量球的意思 就是告訴你 死了之後 你做的業 是儲存下來的 儲存下來的 不過就不是用這個 因為它不是用世間的東西去儲存 它不是用蜜質 即是一種非蜜質 但這種非蜜質究竟是什麼呢 都是離不開六十二種粒子的 都不是離開 不離開 都可以二十二種粒子 六十二種粒子 這個能量球 到下一世的 因緣成熟 它就會入胎了 入胎的時候 我們腐症無血 腐症無血 腐症無血 XY 這個性別 這個就變成我們的 鋼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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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就變成DNA DNA 去養核同核酸 DNA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是GATC 四樣東西 不同的組合 就變成不同的東西 我們有二十三對抗毛鎖 二十三對染色體 那都是GATC 這個呢 這個 腺飄靈 鳥飄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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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默靈 空腺默 這四樣東西 這四樣東西 就是這四樣東西組成的 它不同排法 變成不同的東西 它排列的方法 現在說呢 有十三 十三萬種排法 所以你給錢 做一個DNA圖譜 說出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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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病 我們看DNA的時候 有很多對染色體 康毛索 看看在哪裡 在葉寧 左下角 很硬的 左下角 這裡 這裡 DNA 找來找去 找不到 我們DNA 去找頭那頁 DNA 什麼DNA 呢 GATC AGTC 這些四樣東西 排列而已 DNA呢 有幾多 有四種檢 它呢 可以儲存五十年的報紙 這麼多 儲存量 儲存到一千道百科傳書 這個呢 圍繞地球 如果一支 GATC 這樣排列 有一萬公里長 繞過地球的四分一周 這個呢 儲存了很多資料 在這裡 所以有些人 就說兩千個 六千個 有些人 十二萬個 十四萬個 其實呢 十三萬個 總共有二十三對染色體 這個呢 就是二十三對染色體 就是每個染色體 控制我們不同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這個 一躍下來呢 就變成DNA了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DNA 所以呢 你用DNA的時候 知道你和你的絕緣有沒有關係 因為有父母的遺傳 所以就知道父母的DNA 加上他本身的DNA 如果你說 只是父母的遺傳 那麼所有兄弟姊妹的 都應該一樣 一樣性格 一樣命運 那不是的 因為呢 父精母血形成的時候 他這個外面的東西 會進來的 進來的時候呢 就變成獨立的東西了 就算你是孖生也好 都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呢 這裡管了你呢 肥瘦高矮啊 什麼心臟病啊 什麼高血壓 全部管了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DNA 第一個DNA 就是管這個 管這個 癌症 癌症受體 癌症肌症 癌症受體 癌症肌症 這個 第一對DNA 這個呢 先看看 放大它 肌瘦癌症 癌症 刺激素 這個肌肉 萎縮症 遺傳性 疑性 兼指 高血壓 因子 這些呢 管了你了 所以DNA 就是兩隻腳的 這個DNA 就是你全部的秘密 全部的秘密 你生得漂亮不漂亮啊 生得高不高啊 還是矮啊 還是有什麼病啊 這些就是全部你的 那你說 如果這個呢 沒有前世的 那誰來決定 我今世 生得高 還是生得肥 還是瘦 或者有什麼病 那怎麼來決定呢 就是因為上一世 做了孽 之後呢 這一世下來 下來下來 下來的時候呢 就變了DNA 由一個降細胞 就決定你的命環 所以由一個降細胞 來決定你的命環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都不同了 所以就有一個降細胞 我們下一次就會說 死了的時候呢 這個怎麼走出去 怎麼入胎 這個呢 我們下一次才說 這個DNA呢 這個DNA呢 我們有23對染色體 第十三對呢 第五對呢 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第五對呢 最重要的呢 弄回原裝器 弄回它 第五對呢 為什麼第五對是最重要的呢 第五對染色體呢 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第五對是最重要的呢 這個 先看一下 第五對 看到了 精神分裂症 嘩 你看到都害怕 我直播都精神分裂症 後面有什麼呢 身上線素受體 身上線素受體 當你的人一緊張的時候呢 你分給腎上線素出來 分給腎上線素出來 分給腎上線素出來 分給腎上線素出來呢 你就會影響到 你那個 那個 5Q 11 12 13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分為三樣東西 一個呢 就是精神衰弱 輕輕的 刺激得少 被人刺激得少 精神衰弱 手心流行 夜晚睡不著 重一點的時候 思覺失調 看到一些不應該看的東西 看到一些錢 周圍飄 看到一些不應該看的東西 聽到一些不應該聽的聲音 你跳下去 你們這些這樣的聲音 叫做思覺失調 最嚴重的呢 最嚴重呢 5Q 13 就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就是腦細胞 不斷擴張 因為我們人 不受刺激的 有腎上線素 一刺激 就有腎上線素 分泌 所以看看它刺激多還是少 腎上線素受體呢 32 34 33 這個呢 有兩個的 一個是Alpha 受體 一個是Peter 這兩個腎上線素受體呢 它因為你有刺激的時候 受到壓力時 腎上線素會升 刺激腎上線素 在這個腎上線素 因為你一受到刺激的時候 馬上腎上線素會上升 所以佛教是講空的 盡人事安天命 你就不會分泌腎上線素 每天腎上線素 你就不會刺激到腎上線素受體 每天腎上線素受體 就沒有精神病 所以佛教叫你放低 我經常叫你放低 你千萬不要受壓力 見到這個壓力 就快點走 如果別人給你 立即離開 自保 不過全世界沒有好 你不用怕 無淵不成夫婦 無仇不成父子 所以好的是不會 好像我們說的 是不會存在的 因為他沒有冤要報 所以沒有必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要報仇 所以不要受刺激 所以是講空性 所以他都是講空的 講空的時候 你就不會受刺激 不會受刺激 你的精神就是自由 你的精神自由 你就可以超脫它了 照見五穩皆空 為甚麼是照見五穩皆空 我們是最後一課才說 所以我們現在講完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學法 最第一件事 知道的輪迴 你現在講到法師的輪迴 有些故事的輪迴 你們回去看 還有很多個公案 講不到那麼多 因為免得看著電腦說 第二個題目 我們下一次 我們來講 死了之後是怎樣 死了之後為甚麼做鬼 鬼用甚麼 為甚麼用醫子 怎樣超渡 我們下一次講 講完之後 我們再回來講 我們現在這一生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應該消業積福 怎樣能夠消業積福 怎樣可以擋住冤家債主 為甚麼可以沒有病呢 因為我自從歸了老法師之後 沒有病過 沒有看過醫生 四十年沒有看過醫生 上一次在元明治廣經 人們馬上寫空信來罵我 說你六十歲 都不要六十歲前 都不要說甚麼 不要共招職 這個意思 幸好我現在過了六十歲 所以沒事的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不想有病 為甚麼不想有病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法師 法師當然是不會病的 所以護法都不給我病了 我病的人 你塞禮佛教 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又講經 又不做佛事 又修行 你都給我病 你佛教就不用要了 你想過了 所以經常都要說 一天收十個小時 一天都不會病 結果就不會病了 那些護法會護住你 中共大顆球會護住你 當然是會護住你 所以病都要給你一個原因 有甚麼事呢 都要給你一個原因出來 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講 怎樣死了之後 那個世界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講到 你第一件事 你要信輪迴 信殷果 你信輪迴就是信殷果的了 如果你信殷果不信輪迴 又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一輩子 報不到下一輩子 所以 假此百先極所作而不忘 因緣匯合時 果報雲自受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提出來問一下 有沒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問題